现在可以说了吧 公主 我劝你 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回中原去吧 我不答应 戴战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母后 母后让你杀了她 是不是 你说呀 是 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你做不到的 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 颤人之危的事情 我太了解你了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 所以 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 离开我们大梁 我不让他走 我一定要他留下来 表哥 帮帮我 大阵 那我问你 我们的婚事呢 你说 表哥 从小到大 我一直敬仰你 崇拜你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的榜样 你是这么优秀 这么完美 每次 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 就觉得 你是一座 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大阵 那你现在 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这座山 一直在保护着我 照顾着我 我都知道 所以只要在你身边 我就觉得很安心 我就会很安心的 一直依靠着你 但是 这种感情 是依赖 不是爱 我真没想到 我从小到大 都是这么关心你 照顾你 结果 只换来你的依赖 在这个世上 你像我的哥哥 像我的家人 我一直很敬仰你 可是 可是你太完美了 就是因为你的完美 让我有距离感 有生疏感 大阵 我问你 如果没有薛平贵 你会爱我吗 我不会 你知道的 父王和母后 他们一直把你当成 最理想的继承人 从小到大 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 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 我甚至想 我这一辈子 会选择不机会 因为在大梁 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 可是偏偏我自己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 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